最核心的层面,我之所以要赌,习近平会赢。由美国拥抱熊猫派和美国全球主义的策划,改革开放干部在这个全球计划当中只扮演次要角色。 而这个全球计划有着内在的不可持续性,按照历史经验来讲的话,很难维持到二十年以上。即使川普下台、习近平下台、其他人都下台,人实际上完全依照着他们的满排,他们设计这个体系也很难自我维持下去,无法避免由于这个体系内在的弱点而造成更加严重经济危机。 同时,更致命的弱点就是,它违背了共同体构建的根本原则,就是共同体的核心是血和钱,血在钱之上。 按照罗马共和国和历代人类大部分历史的经验,就是当金钱和枪杆的利益发生致命矛盾的时候,枪杆子就要重新夺回自己的化学权。 而他们很致命地忽持了枪杆子的权力,罗马军团的力量,构成美国军队主力和美国大多数州选民团核心的这个政治集权利益。 这个政治集权就是当年把凯撒推过卢比康和的政治集权。即使是在纽约和加州,你只要出了纽约城,周围的各个教区仍然全是他们的天下。 所以,你按照州法选拟地图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你按照民兵法选拟地图的话,纽约和洛杉矶和这两个可以忽略不起。能够产生民兵的地方,包括纽约州和加州的大部分的地方,全都站在另一边。 这样就会引起美国本身的宪法危机。早在这个宪法危机爆发以前,全球主义的路线就已经在美国本土破裂了。因此,谈判是无法成功的。 这是由大格局决定的。美国的全球主义者无法实现他们自己的承诺,他们在美国的权力基础不足以支撑这个计划。 因此,把赌注压在他们身上的人,也像是一座楼上的沉重前破裂以后,稀里哗啦地一路倒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习近平有比较好的政治操作手腕的话,不但可以连任第三件,而且还可以让习民折住他的继承人,把现在盘踞在老干部队伍里面的大多数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用他们的资产来充实自己的资源。 然后下一步,准备在2024年大选以后,实践他的最后一步。这最后一步就是统战不行上午的,这债钱已经不行了。 习近平的胜利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垮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有钱的后果。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钱,习近平就赢不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钱,统战就根本开转不了。 那么习近平要做什么?他把最后这一批钱,打土豪的钱,从美国人骗到最后一批钱,武装他现在的那些舰队,在这些舰队生锈以前把他打存在海底。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养护这支舰队也是需要有钱的,而他没有这些钱。 你看,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把他70%的核武器都裁掉了。美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苏联在巴西亚的最高峰的时候,核武器曾经比美国多20%,按数量来讲的话,按质量还是美国优胜。 然后,苏联的核武器当然跟美国是有协定的,直线下降,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都不断下降,不断拆毁。美国始终保持比俄罗斯多20%的比例,这些舰队对他的舰队就足够满意了。质量始终是美国保持优势,对他的舰队保持安排就足够了。但是拆卸核武器是需要花很多钱的。 老实说,如果不是出于道义的话,像川普在叙利亚那样,把战斧导弹通通打到阿舍尔的头上还便宜了。 打到阿舍尔的头上,成本是零。如果要继续养护这些战斧导弹,成本是最高的,拆卸他的成本是低还是高的。打到阿舍尔的头上,成本是最低的。 好吧,根据这个逻辑,习近平手里面的这些北洋舰队,老实说,让他们在战争中打沉的成本是最低的。维持它,保持这支舰队要不打的成本是最高的。 让这些舰队在港口里面秀乱,然后像苏联处理它的坦克一样,拆卸它各种处理,成本比打一仗还要高。所以就凭这一点,它也应该是要打一仗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线图,我已经能够画出七成了。中美谈判将会成功一年半战,然后私会协定,随着中共内部的政变,广大改革开放老干部以及依靠美国全球主义者和改革开放干部吃饭的无产阶级资本家和温和派中国人,在今后的五年内加破人亡。 他们按说的话,但他们有很多人不明白,他们真正的宗主是比尔·克林顿的总统,但他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所以就凭这个政治意识和政治水平,他们也是活该的。 那么台湾的潜入是什么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2020年和2024年两件总统都掌握在非国民党的手里面,然后什么也不干是最好的。 如果是做不到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剩下的这几个月内强行通过国安系统立法,不要担心因为没有政治协商,下一次如果立法选举失败以后被国民党推翻。这个没有关系的。 你先制定起来,向美国联邦党人的半夜任命,在万恶的杰弗逊总统上台前,我先任命一批联邦法官,先任命进去再说,然后你试着废除吧。 你不废除,假如像马英九最初紧人一样,保持谨慎慢慢来,让他先发挥作用,等你要废除的时候,我在召集第二次太阳化运动。 按照乌克兰的模式去,国民党胆敢废除国安立法,这就是叛国的证据,毫不犹豫地驱逐亚乌克维奇,制造第二次乌克兰事变。这就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至于是,让蔡英文上的还是让赖清德上台,这也是希致末节,根本没有比较认真考虑的事情。 而且要考虑比如说,要不要让柯文哲出来,要不要让王金平出来,民进党的酒精沙场的选举专家就是最内行的人,他们说出来的话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比其他任何说出来的话都正确的,所以就听他们的话就行了,没有比这更高明的策略了。 就是说,按形式所容许,你能够采取的最高明的策略就是这个。 主持人 李宗盛 订阅 您覺得,假如说这是七成的把握。如果出现那三成的可能性,在美国那边的变化,先不管。 在中国,改革开放老干部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在台湾,依靠台商跟郭台铭这样的资本家的结合,也在台湾的选举取得局部的胜利。 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四年到八年把台湾的经济力量吸纳进去,然后可以再驱民一段时间? 刘仲敬佳議員 这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构架不会垮,结果等于是一种马英九似的脱日,然后等待下一步博弈的局面。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不会爆发,因为中华人民共和还有一定的希望。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不能用直接的1948年对杰克那种手段来破坏台湾的宪法体制,他会采取比较长线的、比较符合白区党利益的做法, 然后进一步比如说,在民进党和台湾本土派的社区和政党基层制造一些代理的人,想在两党当中都发展出一些代理的人,以便在不需要鲁莽灭烈,以免引起每日反应的情况之下慢慢地温水煮青蛙。 因此,博弈将会继承,将会延长一个时间不定的期限。延长的时间期限就是全球主义者和能够维持的时间和改革开放的干部能够给中华人民共和挣钱的时间。 这时候,在前一种我认为有七成可能的路线图当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其他力量,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设计出来的诸夏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如果巴蜀独立了,你去反对西藏独立或者是反对台湾独立,到底有任何一系绩吗? 但是,巴蜀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和平独立呢?就是像江泽民时代,改革开放的干部为了在美国面前和说得过去,在国内要维持一个法治国家的表面,广大知识分子可以坐在体制之内吃饭砸锅。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相当大的空间能够把地方利益和本质上是无法统一的地方利益和阶级利益调动起来,然后像1970年代威权统白色恐怖时代的民进党和现在的香港独立党在香港的情况下,它会镇压你。 但是,你把战争的妻子判上几个月或者十几个月的徒刑,这简直就是在增加他们的威望,所以他们必然会下一步把他们的政治组织升级,不慌不忙地把,于是在我刚才描绘这一套,白区党正在台湾两党内部和社区基层内,这个是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的。 在做超过一代人长期经营的时候,这一代人的时间,足够我活活吃掉中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把诸夏的建构搞得非常完善,而且在大多数诸夏各邦都布好政治组织。 接下来就要比一比,看是我的建构诸夏的能量大呢,还是白区党在台湾播撒中国主义的能量大呢?照我的意见,我会赢。 为什么?因为中国主义资深在财政上是一个和所有的方面上的,以及对人类历史规律和共同体感情来说是逆水行舟,而我搞的那一套是顺水行舟。 所以我敢说,它在民进党内或者是台湾内部培养代理人的速度,赶不上我在中国境内培养诸夏爱国者和诸夏独立组织的速度。 在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对我最有利的情况。但是我不提它,因为一个优秀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不能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假设的办事,在做出估计的时候一定要把对自己最不利的假设加十块或者加二十块,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才会比较接近你真实。 因为人自然的心理偏见就是把自己的希望和对未来的议设合而为一。 而且我自己有一个经验,我个人性质的经验就是,我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有正本和副本的,副本都是对自己比较不利,在正本驻立会失败的情况下拿出来做退路。 结果,每一次都是副本变成了正本。我离开新疆,跑到成都去上学,这个就是副本战胜的正本。我离开武汉,跑到美国,又是副本战胜的正本。 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吗?我用几代人的时间和平方式,反慢培养诸夏和硬着头皮,在2025年或者是多少年的血战当中去大开杀戒,只是副本。但是副本战胜正本的可能性仍然是占压到优势的。 主持人 您刚才说2025年,您最近有发一个推,匪谍最怕的显然就是贵匪在台湾或者是在哪里的战争海空全灭,美国人又不想管亚洲内陆,这个时候巴蜀利亚的土地与共产党的党产就会成为爱国者的最好的抵押。 主持人 ,那匪谍的专家认为2025年预测是真实或难以避免的。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七三分的几率是依照您对于匪谍操作的这些外露的资讯去做判断的吗? 刘仲敬 。我这里面说的匪谍是专门用来对付诸夏的匪谍,因为匪谍是各有分工的。他实行的工作方式,这里面匪谍要限制一个匪谍,就是说他不是跑到国防部去偷国防提炮的匪谍,而是在舆论场上负责搞舆议操纵的匪谍。 这些匪谍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就跟我在有一次推特上说郭文贵现象的文章讲,他算是同学员做事的,跟我做的方式相反。 就是同学员是什么?党国中华。有些人爱党,那他就对外围必然很爱,有些人他爱国不爱党,有些人他国也不爱党也不爱,但是他爱中。 有些人党和国和中都不爱,但是他爱华。如果党国中华都不爱的话,那么这种人只能杀掉,就是只能用硬的,软的统战办法也没有办法。 我的用意动机始终是,对于爱党的人我就让他爱国不爱党,对于爱国的人就让他爱中不爱国,对于爱中的人就让他爱华不爱中,对于爱华里面三层都不爱的人就让他连中华都不爱。 而匪谍呢?他也是见人下蔡谍,他就是对于爱华的人用华来把他拉成爱中,对于爱中的人用中来把他拉成爱国,对于爱国不爱党的人利用爱国来把他拉成爱党。 而我做这件事情就是,随着我地理位置的移动不断地越拉越远。你要是认真研究我过去的言论,你就会发现,在2016年我来到美国以前,我不反华的,我只反里面那三圈。 因为当时我的统战对象大多数还是这一圈的,然后一旦到了美国,我就连华一起反了,把整个中国主义的古代史全部给解构掉了。 因为那时候我对于是属于所谓的翅膀硬了,你们这些人过去的统战对象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统战价值了,要么跟着我走,走得更绝一点,要么你爱死爱活,我现在不管你。 我这套手段是从共产党来学的,你只要被共产党统战了以后,你就要跟着共产党走得更远。比如说,你原来是爱华,不爱中正,然后顺着一路又走过来,变成爱国不爱党的人。 然后等你走到最后一步,连党都爱了,走到爱国不爱党这一步后,党就会露出真理的面目说,事实上没有党就没有国,这是铁样子的事实。 如果你连党都不爱的话,我们就要剥夺你爱国者的称号,然后你为了不为剥夺爱国者的地位,那么你就不得不连党都爱了。我采取这做法,方向跟他们相反,但是技术上是非常相似的。 现在我露出了反革命分子的真理面目,就是说你如果连华都不肯反的话,我就要把你统统打成中国主义者,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伊斯坦教的什么的。 当然,对于对付诸夏这个系统的匪谍来说,实际上诸夏就只有我刚刚说的两条路,你很清楚了,就是要么慢悠悠地搞理论建构,培养一批弟子一代一代去搞,要么在五六年以后就动手杀人,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按照他的选择方式,只能够把五六年就杀人的这拨人带成培养弟子,我这一辈子先不杀人,等我儿子那一辈子再被人杀人,往哪个方向带。 其实,从真正的共产党来看,这两种人都是反共产党的,我只要做得到就把你统统杀了,但是既然我没有办法把你统统杀了,我只能把你向危险性比较小的方向去带。 比如说,痛恨共产党,但是热爱中华文化的那些人,当然如果他们在沦陷去的话,当然早就被杀光了,统统都是反中分子嘛,留在干嘛。 但是如果他们在美国的话,我只能用软办法,要么是反党,但是还爱中华文化,要么是你爱中华文化都不爱,我只能想办法说服你去爱中华文化呗。 中共搞的各种文化协会就是干这事了吗?你反共反党这件事情我是没办法的,我也没办法待你。 但是你在连中华文化都反的反党分子和反党那时爱中华文化的反党分子之间,我尽量带你往爱中华文化的那些人走,这叫扭遥甚无。 所以,负责主管独杀这方面的匪谍肯定也只能吃这种选择。当然,我算的时间线是我根据,按说是只有红区党和各国情报人员才知道的,共产党真实的财政力量来推算出来的。 我这种推算方法跟NG克费米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天,他当时在现场撕了一张纸片随风一扔,然后从纸片摧落的方式算了一个大字上的纸。这个纸是不精确的。数字是不精确的,但是数量级是精确的,只要数量级对就差不多了。 我这个算法跟它是一样的,因为我不可能有精确的数字,但是我从泄露出来的像是巨风吹过的这些树木折断、树枝飘落的这些次要增长,可以逆推出数量级来。这个数量级对我来说是足够用的,因为数量级就大致上能够决定时间线了。 主持人 主持人 爱宜,您之前有说过,我记得好像在一个讲座里面说过,改革开放的老干部对于温和派中国人其实杀了一个满天大谎,就是三亿人中产阶级。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体系能够容纳三亿人的中产阶级。 主持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的方案,是要假设中国还有足够的劳动力才有办法成功的,所以您认为无论如何在美国的全球主义派没有办法解决这两件事情,所以后面这个方案终究还是会失败。 主持人 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的劳动力、劳化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他们真的每个中国人一大部分都变有钱了,他们怎么塞进世界体育?你认为即使是美国的拥抱雄暴派也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 美国的雄暴派的简直话实际上是,三亿中国人有钱了以后,要变成中产阶级,必须改革政治和开放政治,然后他们就会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然后改变中国的政治。 而中共共产党对方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人变成对外侵略的纳粹分子,然后通过中国主义让他们推翻美国的世界霸权,然后把美国的蛋糕分裂他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的太上皇是克林顿总统,他们的皇帝是江泽民,他们跟着皇帝江泽民走而不跟太上皇克林顿走,按照封建的领点就是不忠不义,你活该去死。 然后,自行做到这一步,拥抱熊猫派是没有办法救你的,因为他们不能牺牲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至于人口老化这件事情,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口老化这件事情是美国原教旨主义者不能忍受,因为它涉及着违反人道的计划生育,但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因为中国的真正威胁是两极的,一级就是朝鲜市的乱人炸弹,一级就是难民四处乱产。计划生育有效地解决后一个问题。 等于是从不讲道义,只讲现实的马基尔维主义者看来,就是血汗工厂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方面它有效地使多余劳动可能变成难民的人口断织绝顺,另一方面在他们断织绝顺以前产生的一些产值。 大头归了国际金融体系,所以最终将为美国所拥,小头归了中国改革开放干部,然后被牺牲的这批人作为人物电池消耗殆尽,等他们老了以后也闹不出什么事情了,只能乖乖去死了。 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看来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需要中国共产党配合的。因为必须有人干脏活,总得有人干坏事,干坏事的人最好是共产党人。而且这件事情也是共产党自己制造出来的,如果共产党不带中国当权的话,这批人口根本不会产生出来。 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话,下层阶级会根据他们的经济前景决定自己的生育数目,可能通过零零星星的像欧美传教士建的那种杀鹰、杀鸣的方式解决,因此不会突然有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爆炸。 主持人,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懂。可是毛泽东时代,他们也没有钱,他们的生产力也没有提升,为什么他们敢多生呢? 主持人,因为毛泽东时代是按照公分记账的,男性劳动力越多,你的公分就越多。不是所有的私政材料都被取消吗?大家都在集体农庄里面干活吗?集体农庄里面,你的收入有公分决定,公分有你们家的男性劳动力有多少决定,你们家的男孩越多,你继的公分就越多。 主持人,当然这样做制造出来的结果就是,田不够,男性劳动力越多,他们必定会到各种胡闹来扰乱社会的,但是你要搞人民公社的话,结果就是这样了。 如果不搞人民公社的话,那么结果就是土地私有,土地私有必定会有地主富农的。你打倒了原有的地主富农,那么过不了几年就会产出新的地主富农。 主持人,谢谢阿姨。最后我想问一个比较软调的问题。之前你在《东川斗》的平台里面有一个问题提到说,一个家庭理想的状况是男人做政治上的决定,女人决定儿童的宗教信仰跟价值观。这个讲法听起来很新鲜,你可以再深入讲解一下吗? 或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冲突的话,对家庭会造成什么影响? 主持人,政治是杀人的。政治的核心是分清敌我,所以它是按照杀人来区分的。而杀人是男人的业务,只有男人才能够有适当的比例感。 主持人,因为她自己缺少杀人的经验和她判断人,我注意到就是,好像涉及战争的故事一般女人都不大喜欢参与。这恐怕不仅是生理上或体力上的问题,有体力上的问题是现代科技可以克服或者微不足道,而是说在心软这方面不大容易用杀人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方面,它跟男人是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把这个权种取消掉,你对政治的判断就整个失灵了。自古以来,高级的政治形态都是围绕着杀人来建立起来的。 不太杀人的原始部落,有很多不是母权的,但是有母系色彩的,或者虽然不是母系色彩的,但是都是小型社区,达到国家层面的高级建制始终是在战争博弈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类质有男性的基因。 但是生育是女性的事情,男人对这个事情是没有比例感的。而且母亲和婴儿之间的关系是你的大腿和你自己的大脑之间的关系。 男人不一样,就是男人对婴儿的感情是取决于他对母亲的感情,就是他看着那个他喜欢女人肚子变大然后生下孩子的过程中间产生出来的,是外生的。 而女人对孩子的感情就是,好像是你动了手术以后,切掉一条腿以后,你仍然会感到腿在疼那中,它就是他自身的一部分。 保护孩子跟他保护他自身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就是只有女人才能够有效地保护儿童的身心,而男人的保护是不大靠得住的。 有一种人,他是痛觉神经发育的问题,所以就是别人感到痛的,只有他不感到痛。这种人往往活不到很大年纪。 为什么?因为他手放在火上,手都烤焦了,他是闻到焦糊味才发现手已经烤焦了,而且他缺乏了一种正常的那种,一碰到火上,马上就一声跳开的那种反应。 这个反应能力的差值就会使他损失了好几时间的寿命。如果由男人来代替女人发挥这个职能的话,效果就相当于切断了那个即时反应的痛觉神经。 对于这个基本上还处在神秘状态的儿童的身心成长来说的话,这样很可能是相当于把一个十五岁的小孩不放在学校或者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师长手里面,而是直接要把他扔给接受黑帮一样。 让他们突然落入一半既不爱他,而且还随时会牺牲他的坏人手里面,也可能被牺牲掉,也可能几年以后锻炼出来,自己也变得心狠手辣了。 比这个还要严重几十倍,因为它发生在人类生命的极早期最敏感时期。如果把女人对生命的权利交给男人的话,就可能交给男人对一个五岁和五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发生的效果就会比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脱离家庭、扔进黑帮还要严重一些。 宗教本质上是关于生命的东西。它之所以在政治层面上,宗教体现为社区的维护者。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和历史社区,凡是信仰宗教的人,他们的家庭都比不信仰宗教的人更繁盛一些,子女也更多一些,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虽然宗教的核心是神秘的和超出人事的,但是它的外围所略过的地方,最直接接触的部分就是人类最软弱的部分,婴儿和临终的死人。宗教就是在这两个点上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性的。 见歌神秘的精特色欠见